我 千万别掀盖头啊 掀盖头我就死定了 叔叔他们搞错了 应该有人信吧 不信怎么办啊 万一我被抓起来杀头 该怎么办啊 你干嘛 怎么 郡主是在嫌弃我这个瞎子 真是瞎子啊 难道那天在马车上见到他的时候 就已经瞎了 干什么 干什么 我 我我跟你说这都是误会 这是误会 我 我不想嫁了 不想嫁了 我 我这被逼的 不是 不是 我 我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稀里糊涂就被送到眉府了 这是遇刺的婚事 谁也躲不掉 好 既然你不想嫁我不想娶 那我们就经水不犯何日 各自安好 不是 咱都到这儿了 怎么各自安好啊 我们虽有夫妻之名 绝不会有夫妻之事 就是说你不会碰了 怎么 怎么 郡主 这又是想嫁了 我 我同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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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见过这么自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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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明天吃饱有的力气 我就跑 不对啊 他不是瞎子吗 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怎么 想逃啊 吃太多了 走得再轻我也能听得清 再说了 今天可是新婚之夜 新娘子到处乱走 可不太安全 我们眉府的守卫很森严 你 你干吗呢 等等等等 你干吗呀 主舅 那你睡床上我睡哪儿啊 你要想睡床上 我也不介意 我介意 本 本郡主大人 既好看又高贵 岂是你可以占便宜的 那你自便 自便 是世人说出来的话吗 你说你个大男人 你爸占一整张床 你好意思吗你 这是我的床 对了 你的床铺被子都在那边 自己拿啊 行 行 我看在你也是一个 鸭子的份上 我不跟你计较 我大人有大量 本郡主在哪儿都能睡得着 去 糟了 我 我 你